这是美国波音公司最新款的预警机 以其歇尾预警机 其坚实性能强劲可以兼顾反导需求 能够同时跟踪3000多个海空目标 并多次成功追踪其他国家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卫星试射 这么一款出色的预警机 却自其研发成功以来 只被澳大利亚 韩国和土耳其购买 作为其生产国的美国一直没有采购 很难想象拥有全世界最多先进战机的美国空军 居然有30年没有采购过新的预警机 而在大批E3预警机即将退役的背景下 根据最新消息 美国终于要采购这款性能强劲的预警机了 在五角大楼发布的2023财年军事预算中 美国军方为空军提供2.27亿美元的资金 以支持E3预警机的更换工作 该预算中表示 要求退役15架E3预警机 并将原本用于该型预警机的使用和维护资金 用于支付其继任机型的费用 而其继任机型正是波音公司的E7歇尾预警机 E7歇尾预警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由波音公司为澳大利亚军方研制的一款大型预警机 于2004年5月20日完成首飞 并在2009年交付澳大利亚空军 E7歇尾预警机平台采用波音737客机 最高声线超过1.3万米 雷达采用格鲁曼公司的多波段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 该雷达比E3预警机采用的脉冲多普勒预警雷达效能更高 该机在9000米高度飞行时 其探测距离达850公里 对战斗机目标的下式探测距离为370公里 可同时指挥24架飞机作战 该预警机与E3外观最大的区别机是 不再背着一个大锅盖 而是安装了一个像平衡木一样的雷达 E3预警机采用传统的圆盘结构雷达 雷达以机械旋转的方式在雷达罩内360度扫描 雷达天线采用双正面背靠背结构 布放于全盘内部的直径轴线处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 整流罩内部空间的利用达到最大 正面的长度也能做到最大 从而最大限度的提高整部雷达的发射功率和探测距离 多目标处理能力也会带来一定的提升 其缺点也很明显 雷达天线必须依靠机械结构产生的水平旋转 才能实现360度的无死角全向探测 而且旋转的天线无法做到始终紧盯目标 一旦从目标方向转过去 再想追踪对方 就只能等雷达天线再转回来 这无疑就增大了丢失目标的概率 而与E3预警机相比 E7些尾预警机在雷达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E3预警机的不足 其相控阵雷达由于纵置于机背 正面的长度更有保证 因此天线面积也容易做得更大 而较大的正面也意味着更强的发射功率 和更远的探测识别距离 以及更出色的多目标跟踪处理能力 这意味着只要能提供足够的电力 即使是较小的平台 也同样可以实现较理想的综合性能 并且主动电扫相控阵雷达 不需要机械转动来监控目标 因此比传统的机械结构旋转雷达 更精确更快捷 但这种布局的缺陷也很明显 那就是只能对机身纵向左右两侧的目标实施探测 要想获得全向探测能力 还需要在机头机尾布置相应的雷达天线 而E7些尾预警机为了避免这样的缺陷 将描天线阵布置的十分有特色 一个垂直加装在飞机顶部 似乎给飞机加装了一个高耸的垂直尾翼 另一个水平摆放在这个垂直尾翼的上谱 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支撑结构 其实本身就是雷达阵列 两个天线呈T型结构 既能平视和上视 又有很好的下视效果 数值天线的世界为左右240度 水平天线世界为上下180度 理论上用这个功能完备的天线阵列 能够产生360度全方位探测范围 这种布局可最大限度的避免机身各部分 对雷达波的阻挡和干扰 并保证大功率雷达的搜索效果 以其预警机上 这两个雷达都是美国格鲁曼公司的 先进多波段功能主动电扫相控阵雷达 其雷达有5000多个收发天线单元 具备三种程序选择的探测模式 常规模式可用360度监视400多公里的区域 加强模式可对重点地段方向600公里的目标展开监控 聚焦模式可对近1000公里的特定区域展开大功率重点扫描 一架E7预警机能够瞬间监视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领土面积 另外在1万米高空时 E7预警机最远观测距离可达850公里 对低空战斗机目标的下视探测距离可达370公里 E7预警机可在任何天气条件之下 跟踪并分析600公里之外的180个目标 同时协调20多架飞机执行任务 还能同时执行10个空中态势分析任务 信息处理速度比E3和E2C预警机高出10多倍 而相比之下E3预警机采用的是波音707客机机身 该款飞机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服役 该型号的预警机平均年龄都已超过43年 而且该机身已经停产多年 过去几年中美国空军一再强调需要更换它们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 在去年举行的一场线上空战研讨会上表示 为确保掌控印太地区空中优势 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空军部队 需要能够快速服役填补短期需求的预警机 而当前使用的E3预警机 已经难以胜任高对抗环境下的预警探测工作 E3预警机缺乏网络与情报融合处理能力 难以满足美军分布式作战需求 并且E3预警机机身老化严重 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经停止生产 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而于采用老式四发动机平台的 E3预警机橡皮 新型双发动机机身的E7预警机 采用了非常成功的波音737NG客机机身 其拥有遍布全球的完善的后勤保障和供应链 虽然比起基于波音707-320 中远程窄体四发客机的机身 E7预警机的机身要小很多 其最大起飞重量为77吨 几乎小了一半 但其6500公里的航程只比E3预警机的7400公里差一点点 E7预警机的机舱内可布置10个指挥控制站位 比起上世纪70年代的E3预警机 E7预警机的机载处理计算机和显示控制台 无疑是先进了好几个试探 是一个功能更强大 并且操作和维护成本效率更高的平台 美国空军在预算中表示 要在2023财年订购第一架快速原型机 原型机计划在2027财年开始交付 并且预计将在2024财年订购第二架原型机 然后在下一个财政周期 敲定采购量产型号的细节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空军采购的E7预警机 与现在澳大利亚、韩国和土耳其服役的E7预警机 以及正在为英国制造的E7预警机有多少差异 美国空军在2月发布的信息邀请书中提到 该型预警机配备的雷达、通信和战斗管理系统 电子支持措施套件、网络架构和防御系统 会存在特殊要求 虽然目前并没有披露美国空军最终计划 采购多少架E7预警机 但之前的各种迹象表明 美国空军并不希望一对一的替换E3预警机 但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会有15架E3预警机在2023财年前往飞机墓地 而这比第一架E7预警机的原型机列装要早好几年 因此有军方人士反对这样鲁莽的更换计划 毕竟在新款预警机还未完全形成战斗力之前 就立刻退役一半的E3预警机 这使得美国的空中监视能力 在接下来的好几年中有巨大的下降 当然这个下降也只是与美国之前的监视能力相比 如果与世界其余国家相比 就算再下降很多也依旧冠绝全球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E7预警机能否调起美军警戒天空的职责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